大家好 2月14日情人節 大家今天過得如何呢? 有沒有度過一個開開心心 甜甜蜜蜜的情人節呢? 不過今時今日 如果你能夠跟伴侶 男女朋友也好 太太 老公也好 如果你能夠跟他們一齊平平安安地 共度這個特別的日子 已經是一種非常難得的幸福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享受到這份幸福 所以如果你有幸 有這份幸福 你一定 無必要好好珍惜 今晚情人節 我們都應節講一下情人的故事 不過就不是我的情人故事 是觸動我的情人故事 反修例運動發生以來 政府公佈去年10月 有過萬人被拘捕 當中有接近3千人 已經進入或者完成了司法程序 這些數字代表什麼呢?反映什麼呢? 即是說香港有過萬的家庭 他們都有家人 因為反修例運動 而被拘捕或者被檢控 甚至已經被定罪 當事人 即是被拘捕被檢控被定罪 他們固然是首當其衝 最受影響 你坐牢失去了自由 但是家人 爸爸媽媽 老公老婆 子女 其實 生活也因為這樣大受影響 受到不同程度大大小小的影響 例如你家裡有人 現在坐牢或者還押鐘 探牢就成為你的日常 這個是以往香港人沒有想到的 如果不單止家人 其實朋友、同事、親朋戚友 如果你計算 那受影響的人就更多更多更多 不過呢 受影響的還受影響 但當中也因為這些事情發生了 你看到很多人同事 即是當中的表現發生一些人同事 是很令人觸動的 舉個例子 47人案 有一位被告的女朋友 我對她印象相當深刻 這位女朋友自從男朋友被還押之後 幾乎日日風雨不改 都會去荔枝角還押所探她男朋友 47人案 我們之前提過 兩年前正式落案檢控 當中大部分被告 三十多個被告 都不能保釋 一直被還押 以今天來計算 已經足足過了七、八天 即是這位女朋友 在過去兩年七、八天這個日子 由星期一到星期七 風雨不改 每天都會在收押所出現 看她男朋友 據她接受傳媒訪問 就說當中只有 有一次她病到入醫院 還有一、兩、三次她和朋友去露營 所以她沒有去到收押所 如果不是其他日子 她真的每天都有去 有時自己去 有時和朋友一起去探 大家想想 這些還押者 每天可以有十五分鐘探望時間 但女朋友去探望她 不是那十五分鐘 是見就見十五分鐘 但之前來回交通 然後去到你辦手續 要等待 其實坐底幾個小時 基本上你如果那一早說你去探望 你整個上午都要預算 是用在這裡做不到其他事情 所以七、八、幾個日子 日日堅持這件事 一點都不簡單 背後那份的堅持、那份的恆心 和那份的愛 其實是不得了 當然這位女朋友 未必是唯一一個 日日去探望的人 我相信有不少的太太 或者其他家人 都有可能做類似的事情 她未必是唯一一個 不過她肯定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也要明白 可能很多人 有不同的情況 例如這位女朋友 相對的工作可能是自由身一點 其他有些人 因為工作所限 各樣原因 經濟問題 要上班 即使想探望都未必天天探望到 所以不是說 個個都需要天天去探望 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處境 但是如果在你有可以的情況之下 即有些人可以的情況之下 她是不是都可以做到 這樣天天探望 其實你不知道 所以這份女朋友 這一種 我只是想說 她去做到這件事 絕對都不是簡單 為什麼我對這位女朋友 特別深刻 我認為她是相對其他家屬 她是比較願意接受訪問的 傳媒也喜歡訪問她 每一次 我自己本人就不認識她 我多數都是透過傳媒的訪問 看到她的訪問 也有時在荔枝國收納所見到她 其實她每一次出來探望男朋友的時候 我覺得她都穿得漂漂亮亮 打扮得很漂亮 這件事 打扮固然 穿得漂亮漂亮自己開心 對身邊的人都是上心悅目精神一陣 我相信對她身在環日的男朋友 看到她穿得這麼漂亮 這麼好看的時候 其實都是會精神一點 打扮絕對是一件事 是很值得鼓勵的生活態度 我覺得這件事就是代表 對自己不放棄 對生活不放棄 對生命不放棄 就算日常生活你覺得多悶 多煩惱 但是不要管 穿得漂亮漂亮 起碼令自己整個人都精神一點 最近有一套電影叫做摘露微塵 當中的女主角 就是一位來自基層的單親媽媽 生活當然是比較貧苦 這套電影出來之後反應 票房各樣都是很OK的 評價影評也是很好的 但是有人批評 就說女主角作為一個單親媽媽 生活又不是有錢 但是在劇中 就經常穿漂亮的衣服 穿得漂亮漂亮的 似乎好像跟各套電影的角色不符 有些批評有些微嫌 這種評論出了之後 這套電影的幕後就出來解釋 整個安排是故意的 她說這個女主角 其實那些衣服 全部都是在劇中的衣服 都是在深水埗、鴨寮街買 一點都不多錢 但是 有錢你可以 有錢的扮靚 你可以買到名牌 但是基層 即使不是用很多錢 同樣都可以穿得自己漂亮漂亮的 這套電影 這個幕後就說 她很希望 藉著這套電影 女主角現在的打扮 可以顛覆大家 對基層的 那麼沉悶 那麼古板的印象 其實基層 不是很有錢 但也可以穿得漂亮漂亮的 所以我想說 其實 日常生活 其實大家都不容易 不過都可以在有限的情況下 盡量去哄自己開心 例如穿得漂亮 又例如為什麼我會近期經常買一束花在家裡 我覺得都是為自己製造一些生活的樂趣 生活的情趣 你看到這束花開得漂亮的都很開心 例如舉例 我前幾天買這個吉緊 但這些剪刀呢 如果大家記得 是再前一個星期五買的 即是現在呢 進入差不多接近兩個星期 但他真的長開長幼 即是開到借那些我剪掉 差不多借剪掉 然後他下面又不停飆出來 我覺得這也給你一種很大的生機 你永遠好像見到新的生命不停在生長 其實人真的會開心些 這些都是小小小小小微小的東西 但是在你日常生活 他是給了不少的樂趣 哄一下自己 所以我也很鼓勵大家去多做這些事 哄一下自己也都哄一下人 不過扯得遠了 說回這個愛情故事 情人的故事 另外有一個例子我也很觸動 有位朋友他現在身在露獄中 他是一個中年人 以往呢 其實在外面的時候 當然經常都有染髮 大家看到他就一頭黑髮 覺得他都比他實際年紀 年輕得多 但是自從他入了獄中 當然在獄中是不可以染髮 所以頭髮就 漸漸就變了一頭白髮了 而他的太太也都在他入了獄之後 是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從此都不再染髮 因為他太太跟他差不多年紀 那個先生就 沒得染髮 頭髮就漸漸變白 太太在外面都決定從此不再染髮 就跟那個先生一起 頭髮是變白 大家知道女人都是貪美的 而白髮一定比黑髮看起來 會老一些 甚至潮水一些 黑髮當然是年輕一些 但是這個太太 為什麼 老公就說沒有自由 不可以染髮 他在外面明明可以自由去染髮 為什麼他不染呢 很明顯就是顧及丈夫的感受 還有濃濃的愛 一起 一起白髮 這件事 也是很觸動我的 就是那份愛 也有另一位朋友 另一位在獄中的朋友 他有一次去探望他的時候 他都提起以往自己覺得不用那麼長命 人70多歲就夠了 我相信這個心態可能有不少的朋友 都曾經有過 因為大家覺得生命不再長而再好 年紀太大的時候 可能會有很多問題 所以不用太長命 70多歲就夠了 我這些朋友以往都是這樣想的 但是呢 他說 這次去探望他的時候 他就說他現在就不是這樣想了 他希望自己長命八歲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他不知道自己要在獄中 逗留多久 坐多久 他很期望日後恢復自由 出來之後 可以補一些失去的時間給太太 希望陪多太太 可以陪多太太 有多久可以得多久 補回那些失去的時間 聽到他這番說話 坦白說 是既為他的心情而感動 但是同時也是很心酸的 不過既然這麼心酸 就不如說多 要說另一些事情 有另外一個朋友 他就身在赤柱 每一次有些家人 或者是朋友 舊同事去探望他 他都會叫大家 就說 那麼遠來到赤柱 坐這麼久 車 不如你探望我之後 就去海灘 海邊走個圈 去看看風景 去吃點東西 就當自己郊遊一下 為什麼這個朋友 要這樣跟探望他的家人 朋友 舊同事這樣說呢 因為這個 在赤柱監獄的朋友 就說 他覺得現在他自己 已經坐牢了 一個人坐就夠了 如果 外面的人 朋友 親戚 舊同事 因為他坐牢 大家都不開心 可能這裡又不想去 那裡又不想去 那裡又不想去 就變成好像 一起陪他坐牢 那樣 他就覺得不值 所以他就說不可以這樣的 所以他都叫家人 你們去旅行 你們怎樣去哪裡玩 如常生活 如果不然 就變成大家一起坐牢 他有他在赤柱坐 你們就在外面坐 他覺得是不花酸 他很希望 大家不要這樣 大家在外面 用盡你可以有的有限自由 去做一些事去哄自己開心 他覺得這樣才是一個 好的態度 正確的態度 他這樣說 當然都是出自他對家人 和朋友 和同事的關心 但是也在在顯示到他 心靈的強大 講起心靈的強大 我又記得另一位太太 和他獄中的丈夫有一段對話 同樣我覺得都是很令人觸動 這位太太就對過先生說 你不要因為現在覺得你坐牢 就是對家人不住 很連累家人 你不要這樣想 他說你的生命 不只是屬於家人 你的生命 甚至不只是屬於香港人 你的生命是屬於上帝 所以你應該想 其實上帝 究竟對你要你有什麼作為 要你現在經歷的苦難 要你經歷的種種 裡面是一些什麼的顯示呢 如果一對夫婦的對話是這樣 其實大家真的看到他們的心靈 是有多麼 寬度和高度 是有多麼厲害 有句說話 我們其他人 身在外面的人 是不可以說的 但是這句說話 我真的聽過身在獄中的人 由他們自己說出來 情況就很不同 他說什麼呢 他說其實他不停在思考 有句說話 就是說每事每物都有神的美意 究竟現在這些安排 現在這些苦難 當中 對他來說 在他的生命裡面 其實是怎麼一回事呢 他說他是在思索中 今天在這裡和大家的分享交流 就聊到這裡了 拜拜